一带大的伤痛,睡一觉就把它忘了吧,背着昨天追赶明天,会累坏了每一个当下,边走边忘,才能感受到每一个隐蔑而来的幸福,烦恼不过夜,健忘才幸福。 二所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,就是夹起来了以为是块肉,咬下去才知道原来是块姜,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,是经营好自己,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,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,那人就会拼命爱你,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。 你有价值,你的付出才有人重视,是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,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,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,你就懂得了至极的尊重。 活着,总有你看不惯的人,也有看不惯你的人,不别太理会人家背后怎么说你,因为那些比你强的人,根本懒得提起你,诋回,本身就是一种仰望。 六,大喜大悲,看清自己,大喜大乐,看清朋友,没有一个足够宽容的心,就看不到一个春光明媚的世界。 七,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,吃了就没了,反之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痕,留下了就永久在,这就是人性。 八人没钱不如鬼,糖没盐不如水,你会慢慢发现,一颗好心,永远比不上一张好嘴,只有在你最落魄时,才会知道谁是为你担心的笨蛋,谁是形同陌路的混蛋。 真想知道,如果有一天,我失去了一切,变得一无所有,谁会站在我身边对出一句,没事。 还有我,神,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之后,你才知道,原来世界上除了父母不会有人掏心掏肺对你, 不会有人无条件完全信任你,也不会有人一直对你好,你早该明白,天会黑,人会变,人生那么长,路那么远,你只能靠自己,别为他选。 十一人不都是这样吗?安慰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,自己遇上点过不去的坎,立马无法自拔,道理都懂。 只是情绪作祟,故事太遥人,十二人生遇到的每个人,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,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,就会有不同的结局。 遥三后来才知道,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,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,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,而不是虚伪。 十四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只毛衣,简历的时候一针一线,小心而漫长,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。 十五别和往事过不去,因为它已经过去,别和现实过不去,因为你还要过下去。 十六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跨度,让惨痛变得苍白,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,然后历经沧桑人来人往。 你会明白,万般皆是命,万点不由人。 十七,无论怎么样,一个人借过堕落,总是不值得原谅的,越是没有人爱,越要爱自己。 十八哭是给自己听的,笑是给别人看的,这就是所谓的人生,即使自己不快乐,也绝不去耽扰别人的幸福,这就是原则。 十九当时间消磨掉了你的热情,你便会发现,那些曾令你歇斯底里的去知足的人,现意变得可有可无。 二十时间,会沉淀最真的情感,风雨,会考验最暖的陪伴,走远的,只是过眼云烟,留下的,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